我们主耶稣诞生 祂是上帝的应许 也是先知的一员 也是神特别的拣选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 有时候讲到 那个时候巴勒斯坦的情势 神怎么样预备呢 你看神预备了希腊帝国 希腊的文化 你看影响多大 还有准备了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把欧亚非三州 把他联合在一起 他的地域更扩大了 那然后呢 犹太人他本身有他的宗教的传统 神更预备了耶稣基督的先锋 来为耶稣基督开路 所以说前面我们讲所讲的 等于是耶稣基督生平的一种准备 那么现在我们慢慢的进入主题 主角要出现 那我们今天讲网的诞生 讲家福应许先告跟逃离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 几乎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他传递给我们的最主要的信息 那我们讲我们都是基督徒 那什么是基督徒呢 慢慢的我们从这个学习里面 我们可能会慢慢的体会 怎么样才是基督徒 我们常讲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什么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呢 就是我们把我们生活的重心 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以他的样式 他是我们的典范 我们的一切作为 都是以他为典范 然后我们最主要的 就是要荣耀我们主的圣明 那么这个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 这个也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也是蒙绝选的 那不管我们接不接受 我们喜不喜欢 这个都是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还有神的主权 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福分 那么以赛亚书一章第九节 这边他告诉我们 假如不是万君的耶和华 给我们烧流于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和摩纳的样子了 那么索多玛 和摩纳在那个世代是怎么样 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 然后神的惩罚就降临了 神的审判就降临了 然后从天上降下硫磺 烈火怎么样 把这两个城市都毁灭尽尽 在那个世代 这个是索多玛 俄尔玛那是罪恶之城 那么在今天这个世代 我们的人心 是不是也是被 血气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等等所捆绑 所以说今天 我们还是在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那么让我们在一生里面 能够走在他帮我们安排的道路来讲 那么今天送一个基督徒 其实我们是怎么样 很有福分的 很多信仰 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信仰 我们只讲我们的信仰 基督的信仰 我们最宝贵的是怎么样 我们有第一个人称的见证人 这个见证人 他记载叙述 耶稣一生所发生的这些故事事迹 那我们常讲我们读一本书 这个书里面有很多推理 甚至有偏见 或者有访言 或者有赞美 但是这些叙述 都比不上第一人称的见证人的叙述 那么可信 那么可靠 那么记得有读过一本书 叫做 旷野之史 有这么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记载 这个是使徒耶翰在临终之前 曾经对他的门戏说 当我古白时 在这地上将没有一个活人 可以自称见过 握过 那个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 这句话 当我古头花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人 可以自己说 见过握过那个起初的生命之道 我们知道使徒里面 老耶翰是怎么样 最后被软禁在巴姆海岛 然后他写了起书录 那么当他离世升天的时候 或者讲他蒙招的时候 已经接近百岁了 他是所有使徒里面 寿命最长的 而他也是跟主耶稣 最亲近的一个门徒 你想想最后晚餐 他在耶稣基督身上 问他这个人是我的 是谁呢 就是使徒耶翰 所以说他亲眼一生 都经历与主同在 他是我们主耶稣 最怎么样 最忠实的见证人 那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 你想有这个见证人 来帮我们传讲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信仰更坚实 让我们向主的心 能够更怎么样 更有荣耀 更活耀 那么这个是不是 我们的恩典呢 所以说今天我们 讲到耶稣基督 我们先从他的家谱 我们开始来讲起 那么主耶稣的基督的家谱 假如说大家现在 手上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先翻到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一开始就是讲 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么他一开头 马太福音一开头怎么写呢 他说亚伯拉罗后一 大位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么家谱 或者讲主谱 一般讲 我们把它称为是一种 祖先的名单 那么从马太福音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写出来证明 主耶稣基督是大卫宝座的继承人 他应验了 从现在算起大概四千年前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从现在算起 在三千年前 给大卫的应许跟预言 这个假如说你想更了解详细的话 你可以从撒谱尔记的 下的第七章第十四节 这边去看 那么所以说主耶稣基督 就是犹太人 日夜盼望的弥赛亚 那么这个家谱 分成所谓的父系家谱 跟母系家谱 那么也可以称为 耶稣家谱 或者是玛利亚的家谱 那我们先看一看 父系家谱 耶稣家谱 那么这个家谱 也把它称为是下传的家谱 你看从亚伯拉罕 一代一代 往下叙述来传讲 所以说这个是下传法的家谱 那么从这个家谱里面 他表明耶稣基督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 立约 让他的后代 拣选一个族 成立一个国 从这个国里面 挑出一个家 从这个家里面 来产生 所谓的君王 来统治 全世界 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为是家谱 那么大卫的家 就是神 选选的家 那么在这个家谱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他是用两个数字 来刻意安排的 一个数字是三 三 在圣经里面 他是有圣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一个是七 七是怎么样 有完全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那在我们一般所读到的解经书里面 他是把七或者七的倍数称为是完全 那我们看一看 他在什么地方 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家谱 他是以一个世系 十四代为一个单位 那么他把它区分成不同的时期 那么三个十四 就是四十二代 那么所以说三个 三个十四 四十二代 你可以把它看怎么样 多少个七呢 我们自己可以算一算 那么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数字就是代表怎么样 代表基督的完全 那么假如说你把三个四 或者你三个十四 或者你把这个再加一个七是多少 二十一 二十一也是七的倍数 那么我最近在读的时候 好像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动 我就把它数一数 其实这个二十一也有它特别的含义 那等等我再提一提 那么在这个交谱是以三跟七这两个数字 来显示基督的完全 那么在这个交谱里面 也很特别的出现了四个女人 那么这个女人 他妈 那和 路德跟巴斯巴 我们教会刚刚 刚刚讲过路德记 那么他妈那和 跟巴斯巴 在圣经里面 他所记载的 他们都是怎么样 不名誉的人 那么路德呢 是一个外邦人 外邦的女子 那么这个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启示就表示 他给我们基督的福音 是要拯救 失丧的人 这个是神特别帮我们特殊安排的 那么这个是讲 马太福音 那么讲玛利亚的 从路加福音里面讲 玛利亚的这个普系 那么这个普系 一直上述到 人类的祖先亚当 那么显明呢 耶稣是完全的人 他是亚当的后裔 那么他从 耶稣这边 一直往上追溯 追溯到亚当 所以说这个也把它称为是一种 上硕法的家谱 那么 还有一般我们把 犹太的 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 称为是怎么样 犹太人的家谱 那么另外 从玛利亚 从玛利亚这个家谱呢 把它称为是 非犹太人的家谱 不是说玛利亚不是犹太人 而是怎么样 他追溯到人类最原始的祖先 那么神造人 各从其类 所以说 玛利亚这个普系 我们把它称为是 非犹太人的家谱 那么我 这两天 看一看 既然是追溯到 从 耶稣追溯到亚当的话 那么 我们算一算 亚伯拉罕 在这个 普系里面 他 站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 那我从亚当那边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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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第几代 刚好是 21代 刚好是21代 那么 假如说我们 用21代来的话 你看 变成是怎么样 三个21代 就是从亚当 传到 耶稣基督 所以说在这个 家谱里面 这些数字 有时候也会 带给我们 一些怎么样 一些 意象 让我们真的了解 神的安排 真的是 奇妙可畏 那么在 玛利亚这个 普系里面 他隐藏了 假如说你 翻开路 家福音的家谱 他是玛利亚的 普系 那么上面应该有 玛利亚这个名字 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 玛利亚这个名字 你翻到 路家福音 三章二十三节 这一开始这边 你没有看到 玛利亚的名字 是看到谁的名字 看到 耶稣的名字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犹太人的习俗 他们是怎么样 以 男人 或者丈夫的名字 来 列入这个祖谱里面 那么这个是我们 很简单的 把这个家谱 讲一讲 那么 从这个家谱 我们也想到 我们 多数都是从两岸 单地来的 那我们 看到很多的 或者是 电影 还是 有一些 文学的著作 都会讲 我们都有根 而且我们都会去 寻根 圣中之间 是我们中 华人 很好的一种传统 那甚至我们看电影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怎么样 比较 比较大的宗族 他们还设了 他们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里面 排列他们 所有 祖先 世世代代的 一个怎么样 一个 名牌在那边 这是一个 很好的传统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从 学圣经的角度 来讲 这个传统 讲这个家谱 最主要的 我们就 不要忘了 马太福音 他的主题 他的土局 就是天国 那么讲到天国的话 有国 就有王 就有君 而这个王 这个君 我们就有必要去 怎么样 追溯他的 正统 或者是追溯他的 记载 今天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特别 注意到 重视的这些 协同的延续 那所以说 在圣经里面 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 那我们也把这种 观念把它 掺杂进去 那么所以说 我们也要 追溯这个君王 他的 所谓的 他的传承 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呢 他讲 主耶稣是 仆人 主题就是 这个仆人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 他的主题是 使命 那么对于仆人 我们 一般讲 不需要去探导 他的根源 我们在乎的是 他的善良 或者他的 存证 或者是 他的忠心 那么在路加福音呢 讲 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 这个完全的人 他是 王者的 后一 后四 所以说 他的身份地位 我们也必要 去探讨 但是 约翰福音呢 讲 他是神的独生子 他是 道 成肉身 道就是神 肉身就是人 神 成为人的样式 降临在我们中间 他就是神 那神什么时候开始呢 他开始于 无始之始 终于无中之终 什么时候开始 从 照天际万物 以前 他自己 他就有了 他始于无始之始 那他终于无中之终 所以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考究 他的根源 那么 所以说 在四福音书里面 只有马太福音 跟路加福音 提到了 主耶稣基督的根源 那么在圣经里面 有一些章节 我也请大家 在这个章节里面 你把它做个记号 然后以后 当你 读到这些 章节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神带给我们的应许 还有主耶稣 神怎么样预备他 怎么样来宣告 在以赛亚书第九章 第六节这边 他说 因有因海 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 赐给我们 正权必 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 奇妙的测试 圣经里面是讲 奇妙 测试 那我中间把它加一个 个 奇妙的测试 因为我跟后面这边 来对称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那么一般讲 在圣经里面 我们一般讲 你不要去多加一个字 也不能去删减一个字 不能更改 那么在约翰福音 一章十四节这边 他写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 正是 父 独生子的荣光 道成的肉身 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 一开始就讲 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 所以说神 成了肉身 成了我们的样式 降临在我们中间 那么 从他的降生 让我们领受 充充满满的恩典 这个是 神本圣经 带给我们 真理的教导 我们见过 他的荣光 正是 父 独生子的荣光 那我们 定金 是定金在怎么样 宝座上面的羔羊 我们是定金 在他的荣光上面 从出埃及记 我们就看到了 当神 降临的时候怎么样 荣光 遍满全地 人就不能去 建那个光 因为怎么样 我们人 多让罪 把我们跟神隔离了 那么主耶稣 基督来呢 就是为我们的罪 的救赎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保险 把我们的罪 洗净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恩典 那么在 米加书 跟马太后音 一个是五章二节 一个是二章六节 这边讲 薄利恒 以罚他 其实 薄利恒 以罚他 以罚他是薄利恒 的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说薄利恒 跟以罚他 两个 是指同一个地方 就是薄利恒 在圣经里面 多数都是讲薄利恒 但是在旧约里面 有些地方是讲 以罚他 他说薄利恒 你在犹大祝神中 是小的 但是 从你那里 出来 在 有一位要从你那里 出来 做以色列 掌权的 那么他出来是要 牧养 我以色列民 他是从 他的根源 从梗谷 从 太初就有 那么在路加护音这边 二章八到十四节这边 有一首颂歌 叫荣耀颂 我把它截录了 一小段在这边 那你可以详续去看 路加护音的二八章到 二章的八到十四节 他说 在薄利恒的野地的牧羊人 主的天使 宣告 大喜的信息 大卫城里面 生的救主 在之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 平安 归于他所许业的人 那么从这一节 经节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 充充分分的体会 神 他的应许 神 他的拣选 他 这些应许跟拣选 或者他的宣告 带给我们 怎么样的启示 让我们领受 怎么样的恩典 那么主耶稣诞生的时候 你想一想 一开始天使 先跟谁宣告 先找玛利亚宣告 然后呢 耶稣想暗暗的 把他修了 那么在 耶稣的梦里面 又得到印象 先知也给他宣告 然后 我们这个救世主要诞生了 这个天使 又到 薄利恒的野地 怎么样 跟牧羊人宣告 所以说 主耶稣的诞生 神在做工 天使 他也 拆派 天使在做工 你说撒旦 在不在 有没有做工 同样的在做工 因为撒旦 最惧怕的 是怎么样 假如说 这个救世主诞生了 撒旦的作为 就不能够 捆绑 这个整个世界 所以说 各方面都在做工 那么在福音书里面 他启示 他带来启示 用试卷福音书 这个在圣经里面 可以说是觉悟金融的 用试卷 最起码试卷福音书来 描述一个人 那么在新约圣经 260章中 27章260章 其中有89章 就是拿来 据述 主耶稣基督 那就表示怎么样 主耶稣基督 真的是 整本圣经的 我们可以讲 主角 那这些福音书就是要来彰选 他的地位 那么在 以赛亚书 7章14节这边 他说 必有童女 怀孕生子 我们要给他起名 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那你读马太福音 第一章 开宗明义的 就告诉我们 他是主耶稣基督 是以马内利的神 那么当你读到 马太福音 最后第28章的时候 他又提醒我们 神与我们同在 你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你假如说用点心 你就会发卷 这个就是神 给我们的应许 今天我们走这条 十字架的道路 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一定会走得很辛苦 很艰辛 但是怎么样 神的恩典 伴随着我们 他告诉我们 他是以马内利的神 他时时刻刻的 与我们同在 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 他说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君王 那么在马口音里面 耶稣基督是仆人 在马太福音里面 他是人子 在约翰福音里面 他是神子 那么这四卷福音书 有专门的对象 马太福音是怎么样 写给犹太人的 那么他主要内容就是 告诉犹太人 他们应许的弥赛亚救主 要来了 那么在马口福音这边 他主要对象是写给罗马人 他告诉我们 一个大伦的救主的一生 那么在路加福音这边 是写给希腊人 这个是来叙述 一个完全救主的恩典 那么在约翰福音那边 他是写给凡相信的人 写明他是神 他是我们的救主 那么今天我们讲 这个四本福音书 写给不同的对象 那你想一想 我们把这些对象 来比对今天 在世界上的各色人等 犹太人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是哪一类人呢 假如说 我把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 基督的门徒 都把它归列在犹太人里面 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是我的领会 大家去读这个四本福音书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想 今天这个世代 有那么多的 有现在有将近六十亿个 六十亿以上的人口 美国刚刚这个调查 美国现在的人口 有三亿三千万 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数字 那么在这个三亿三千万 或者全世界超过六十亿的人口里面 马太福音是要让哪一些人来看的 那么让哪一些人来看 在他们这一类人里面 会产生怎么样的启示 怎么样的引导 那么这是我在讲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 我有这么一个领会 有这么一个感触 那每一件福音书 都讲到旧主的身份 讲到他的地位 讲到他的工作 那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要就慢慢的要进入他的工作 就讲到他初期 他在做哪一些工作 那么从这个福音书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样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 这一位救世主 那么这个 这四卷福音书 前面的三卷 都是以人性的观点 来看 来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说把他称为是福类福音 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个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 特别是前面的三卷福音书里面 我们知道 他们把耶稣基督怎么样 把他形容叙述 他等同于我们 等同于人 但是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他的工作 又显露出他的独特性 我把他称为是独特的位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经常讲到的一个 叫做魏格这个名称 讲到魏格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名称 他代表的到底是怎么样 一种状态 那么 今天我们从这个福音书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了 他等于是人 但是怎么样 他的地位 他的身份 他的工作 都显出他的独特性 这个就是他的魏格 那么这个魏格 就是超出我们 所能够想象的一种地位 那么按照预言 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横 那么在福音书里面 其实三卷福音书 他说叙述的内容 很多都是大同小异 那我们这个课程叫 福音书的合参 我们把福音书 把它都把它摊开来 来看耶稣基督的生平 其中有很多是共同的部分 那么假如有不同的部分 我们就要去了解 这个不同的部分 是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 不同的叙述 那么在就业 在福音书里面 马太福音 引用就业的次数最多 一共有93次 那么在 马可福音里面 绝大多数 我记得马可福音 好像一共全部有600多节 那么其中大概有 600节 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面 多有 那么多有就不要 表示他们叙述的 虽然圣经经过了几千年 然后才 他的论述才完成 那么这几千年 他们所叙述的 都是真实的 这个都是怎么样 应验先知 带给我们的启示 带给我们的教导 没有一点改变 那么从这些叙述里面 我们也可以向我们证明 耶稣基督 就是怎么样 旧约 所应许的 弥赛亚 那么从圣经里面 记载 东方博士 看到新 在东方出现 他们来 要来参拜 耶稣 那么东方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 米索 波大米 两河流域 就是伊甸园 那个地方 以色列南国 北国 被灭以后 他们的这些贵族 华 或者是这一些 比较有权势 有能力的人 都被怎么样 都被掳到 东方去了 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那么这些东方的博士 也很可能 有一些是怎么样 从前 被掳到的 东方两河流域 他们 那个 我们从 整个圣经的历史来讲 他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文化的 花园地 那么因为这个 东方的博士 也许他们是 星象家 他们看到 有新出现了 他们知道怎么样 有一个伟大的 伟人要出现了 那么所以说 他们就 顺着这个新的引导 要来参拜 耶稣基督 那么 这些东方博士 他们是有身份 有地位的 所以说怎么样 他们可以直接怎么样 觐见 大叙利王 那么大叙利王 因为这个 新的出现 因为救世主的出现 所以说怎么样 他就要 下令 杀害 伯利恒 那个地区 两岁以下的男婴 这个大叙利还 假言假设 跟这个东方博士讲 你见了以后 你还要回来告诉我 然后怎么样 我也可以去 参见参拜 他主要目的怎么样 他恐惧 有人要 要来怎么样 要来当网 这个是 危害 他的 权柄 所以说怎么样 他害怕 他就下令 把伯利恒 四镜两岁以下的男婴 就把他杀死了 这边怎么样 天使又出现了 天使就跟约瑟显现 让约瑟知道 有人要加害 这个小耶稣 然后怎么样 就要他全家怎么样 到埃及去避难 那么当博士来参见的时候 他们献了黄金 乳香 墨药 我想这个 因为这个小耶稣 在埃及也住了一段时间 我想这些礼物 对他们在那个 在那个时间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今天 在圣经里面 提到某一些人的话 那我们就要看看 那一些人 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 那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看看 东风博士 他们看见那心 他们来拜他 他们献上礼物 他们拜他的时候 是在什么地方拜他 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 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 是在怎么样 马草里面 是在那个末草里面 因为 玛利亚跟耶稣 他们去的时候 因为节期 那个客店都满了 他们就住在马酒里面 就在马酒里面 把这个耶稣基督 把他伸下来 那所以说 牧羊人去串拜的时候 是主耶稣 还是婴孩 在那个末草里面 但是 东风博士来拜他的时候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是一间房子里面拜他 所以说 那个时候 耶稣不是一个婴孩了 已经是一个小的孩童了 但是不管是婴孩还是海童 在那个时候 能不能看出他的能力 看不出他的能力 但是怎么样 东方博士 还是 很恭恭敬敬的来 参拜他 而且献上这个礼物 那么东方博士的这种作为 也是我们今天 所有的基督徒 怎么样 要学习的一种榜样 他们追求主 他们跟随主 他们侍奉主 他们的大信心 也是我们今天 所要学习的榜样 那么相对的 你看东风博士跟叙利网 或者跟 那个时候的祭司长文士 还有耶路撒冷 全城的人 他们得知 耶稣诞生的消息以后 他们怎么样 要做犹太王的人降生了 他们心里面就怎么样 就不安 想要把耶稣基督怎么样 置之死地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们应该谨细的 我们要学习的 身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怎么样的作为 我们怎么样去追求主 怎么样去跟随主 怎么样来侍奉主 那么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一种信仰 那么他的根基 就是我们相信 有一位 有神性 跟人性的人 因为人 都在罪的捆绑里面 罪就让我们跟神之间 产生了一个 不可跨越的一个鸿沟 那么十字架就是一个唯一的桥梁 他能够填补越过这个鸿沟 消除这个罪 让我们人跟神可以重新的 在怎么样 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然后让我们领受这个救赎 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边 他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神 在神跟人之间 只有一位中宝 这个中宝就是 降世为人的 耶稣基督 这个中宝就是桥梁 那我们也可以说 没有基督 没有圣子 圣父圣灵 都不能拯救我们 这个是神圣父在创世以前 所定下来的救赎的计划 没有圣子 圣父圣灵 都不能够拯救我们 而且这个圣子 要道成肉身 他要等同一人 他等同一人 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中宝 成为我们的桥梁 他才能够以无罪之身 来代替我们 罪 所以说没有基督 没有圣子 圣父圣灵 都不能救赎我们 那么 尽管我们都有罪 但是在诗篇89篇 这边 他仍然说 我与我所卷下的人 立了约 向我的夫人大卫起了事 我要建立你的后衣 直到永远 我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到万代 违宴 完全的人 完全的神的 耶稣基督 并且是神跟人之间 唯一的桥梁 这个事实 能够兼顾我们的信心 把我们领到 神的面前 我们一同来领受 这个属天的福分 只有以马内的神 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 才能够真的成为 人神之间的一个 唯一的桥梁 能够带领我们 到他的私人宝座前 来领受他属天的福分 那么这边还有两个经节 在西波来书这边 一章三节 他告诉我们 他就是圣子 他是神荣耀所花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西波来书一章 十一到十二节这边 我把他截录下来 他说天地都要灭没 他却要长存 唯有他永不改变 他的连树也没有穷尽 那么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把这些经节 多把它在你圣经里面 多做上记号 当我们要了解 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这些经节 真的是带给我们 神在我们生命中 应该领受的启示 所以说你尽可能的 能够把这些经节 把它背下来 那么这些经节 背下来的时候 我想对我们 对基督的一生 我们就可以了然一胸 那么当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 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 跟他亲近 更进一步的忠心的来 不是他 也更进一步的能够领受 他带给我们 应该所领受的属天的福分 那么讲到这边 我再把前面我所讲的 很简单的 做一个叙述 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 就是讲到 旧事主 还要诞生 之前的预备 那么怎么样预备呢 首先 环境有预备 那环境的预备 就是我们第一单眼 所讲的 希腊帝国带来希腊文化 那么 罗马帝国带来的 这个跨地狱的一个联合 那么还有讲到 犹太人 他们本身传统的宗教 那么 神甚至预备 在马拉基斯书这边所预言的 耶稣基督的先锋 那么他那边是讲到以赛亚 但是后来耶稣也讲 这个以赛亚就是怎么样 施洗于耶汉 那么 今天先锋出现了 他在旷野 为主开的道路 他铲除 主耶稣 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的障碍 其实主耶稣 他要出来工作之前 有三十年 他是怎么样 他是在他的 本乡本土 他的生活过得很辛苦 我们从哪里知道 他的生活过得很艰苦呢 你想一想 以赛亚怎么样 形容主耶稣 那个时候 他出来的时候 他大概是三十岁 但是人看他的时候 大概是五十岁 所以说以赛亚就 就形容他 他怎么样 他没有 加洗美容 你想一想 他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乡下人 他的生活过得多么的辛苦 那么今天我们讲一讲 很奇妙的神的作为 神就预备了一个女子 而且这个女子是怎么样 是一个统真女 因为主耶稣的降生 降世为人 怎么样 他就是为了要解救在罪孽中的我们 所以说这个人 他是神成肉身 他绝对不能出于血气 也不能出于情欲 也不能出于仁义 而是要出于上帝的旨意 所以说当上帝要成就 这一件事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怎么样 预备一个同真女 所以说主耶稣诞生 他是怎么样 他是上帝的应许 他是所有应许的根源 他也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盼望 那么我们整本圣经 就是在传达这个信息 那么因为这个女子 他除了是上帝的应许以外 他也是先知的一言 我们读创世纪最早一言 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那边 就有一言 那么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 或者是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六节这边 也多有一言 因为怎么样 称为女人的后衣的以玛类力 神他是大卫的苗衣 所以说上帝必须在大卫的家中 预备这一位女子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探讨的所谓的家谱 那么神的一位工作 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在里面 他是特别简选的 简选怎么样 整本圣经我们已经讲过 整本圣经 他就是怎么样 上帝选了一个民族 在这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国 在这个国里面挑一个家 从这个家里面产生了一位救世主 这个是神特别的宣传 那么这个救世主就是要产生怎么样 产生在大卫的家里面 那么整本圣经 他所启示我们的 那么当我们读了以后 你假如说能够充分领受以后 前后一贯的 他所带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怎么样 神从创造天地以来 他已经怎么样 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他的命定 都有他的计划 也都让我们在各个不同 服事的岗位上面 透过这些应许宣告预言 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到 我们在神的 在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忠心的服事神 直到那一日 直到那个时候 当他带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侧中 我们都有份 我们能够怎么样 匆匆足足 风风深圣的 能够感受到他的光辉 感受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 那么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 能够警惕这一些教导 那么让我们 人人 不管面对任何的情况 我们只要相信 神的应许 因为神的信实 他的应许 永不落空 就像在圣经里面 有最起码超过5000个应许 那95%以上 他的应许都应验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那么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有更充足的信心 来走这一条天路 这一条天路 就是神 按照他荣耀所发出的光辉 按照他 神本体的真相怎么样 充充足足 丰丰富富的供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是领受他这个命令 他要我们拖住万有 他要我们洗净我们的罪 他 主耶稣基督 他最后是坐在 高天至高至大者的右边 那我们呢 我们假如说是生命册有份的时候 当千禧年再来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 我们也坐在 至高者的右边的 谁是他的左右 天地都要灭 主耶稣却要长存 他长存 他永不改变 那么我们的盼望 我们也是长存 我们也永不改变 那么这个是今天 我们借着主耶稣诞生 他带给我们这个信息 真的包不得这个信息 带给我们更充足的信心 就像福利比书三章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忘记我们的背后 我们要努力面前 向着主耶稣基督 帮我们立定的这个标杆怎么样 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要领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神里面 带给我们的 丰丰富富 充充足的应许 愿我们大家 借着这个课程以后 有更充足的信心 来走这条天路 这条天路 很辛苦 就像主耶稣走的苦路一样 是很辛苦的一条路 但是凭着这个应许 凭着他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相信 到那一日 我们一定可以 随时在这个至高者 全能者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周遭 共同来领受这个恩典 领受这个盼望 我们低头 我们低头